放過來順序不對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他只有放一個那總不可能說我再再做一次再做一次 如果說我今天會做一個之後的話 那其實怎麼樣跑回圈不就完成了 所以怎麼做呢你可以 用一個什麼呢錄製聚集的方法 有沒有然後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什麼拆解 拆解日期等等的我用預設的好了聚集1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我又要放這裡 然後再來就把錄下來好了 那我就知道說裡面怎麼做的 這條剖析 分格符號下一步 下一步 這個也是 這個目標出文格是放這邊 這邊再點一下OK按完成 好完成之後的話呢就把這個聚集給 停下來 停止錄製 再到聚集裡面找到聚集1 編輯一下 聚集1 那裡面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range i2 i2的話實際上就是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要先放在這裡 好 然後呢再來的話點select 就要選取 selection 它裡面的話做哪些事情 實際上就在這裡 那分別怎麼樣呢 把 藍位放在 這三個上面 所以基本上 各位就變成說如果你要 思到說 1 2 3 各式什麼樣的意思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顛倒 比如說 1的話是 年的話 對不對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這個藍位 然後 2的話是 好像是年月日的樣子 那如果你把順序顛倒的話 再跑一次看看 其實就是就是有時候 你如果不懂 沒關係 你就是 不太知道他的用途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試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說年月 OK那我要顛倒一下看看 這個變1嗎 然後這個變 這個變2 是不是121 是不是這樣 把這個地方執行 21 這個3 213 然後把它run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你把它執行一下 2 7 8 不對 這是123 那是 這個後面 原來的是 還是213 是不是 基本上我印象中好像是這個 這個地方可以做 補析 這個再試一下 印象中好像這個地方 那另外如果說 我們要把 這邊的所有假設我這個地方知道說 他的順序在哪裡的話 那再來就是跑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的 日期通通拆解完畢了 所以跑回圈我想應該 大家應該很熟了 那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錄完之後 基本上 當然第一個 是